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谈肉这个字 密教本身你修行就是要修相应瑜伽 那么在修行本身的根本上 你一定是一个坚固的行者 坚固 那么你的精神非常的好 精气非常的足 那你有力量 这个有力量是从里面发出来的 从身体里面发出来的 恶贯里面修气法 这种气假如足 他本身的明点也就足 那明点也不走 这是属于内法方面恶贯 那么在这个初冠里面 我们晓得修这个 身口意 清净 恶贯里面 完全就是在修你身体里面的气 里面的明点 然后修里面的 本身的光 修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光明 在恶贯里面已经包含很多了 密教里面 这个肉 你只要能够修得非常 自己本身的这种气跟明点 互相合起来的话 那就是气跟明点跟脉 整个通通修得非常严满的这种状态 这个时候啊 你身体啊 你所显现出来的 就是非常有精神的 非常有这个威力的 非常有这个power的 甚至能够显现这个光出来的 所以这个肉质是非常的重要 那么我们的这个无肉法 这个撒迦六四变 另外降提慈善 降提慈善 种种的这个提法 我已经慢慢的这个 就是给大家做这个观点跟讲授 另外有很多人也要求这个无肉法 我是认为你先把保平气修 因为你平气能够修好的话 你气才会足 气能够足的话才能够提 你气假如不足的话 你再来提明点的话 就比较好像你气本身都不够 染料都不够 你染料够的话 你自然能够提明点 所以先修气 另外呢 你的出观也要相应 这样子 有了出观的相应 再来修恶观是比较好一点 我们再来谈这个无形的肉 这个无形的肉啊 是讲心跟气的肉 还有呢 包括烦恼 你假如有烦恼的话 烦恼很多的话 其实那个就是肉 那个就是肉 要断除烦恼 你必须要修无我 要修无我 无我才能够断除烦恼 所以你必须要先弃执着 弃掉所有的执着 这个有关于我的种种的执着 像这个贪啊 贪念 一个人有贪念 他就是有执着 你有贪心的那种念头 是为了自己才有产生贪念 那么一定呢 有的贪念呢 一定是执着的 那么有这个爱啊 讲第二个爱念 你有那个爱 一定是有执着的 才有这个爱念 这个也是很危险的 这个都是属于无形的一种肉 另外还有无明 无明啊 什么是无明 所有业障的习气 都是属于无明 这个也会有漏的 这个是无形的 心气的漏 还有不正见 不正见是什么 你有邪念 有邪念 脑海里面有邪念 有邪行 有了邪念 跟着就有邪的行为出来 那么这个呢 也就是心气的漏 心气的漏 这个都是烦恼的根源 烦恼的根源 所谓烦恼的根源 大家都知道的 执着 就是烦恼的根源 你今天有所求 就是执着 那么执着一定有烦恼 因为你求不得 一定是烦恼 所以这个像这样子的 我们称为心气的漏 称为心气的漏 心气的漏 是无形的 就是无形的一种漏 那么要 在这方面 这个佛陀 释迦牟尼佛 已经教导我们很多 剥叶的方法 以最大的智慧的方法 来观破 贪爱 无名不正见 来破掉这些 不正见 破掉无名 破无名 然后破掉这个贪 破掉这个爱 你能够破除掉 你的心非常的安 非常的安的话 无形的漏就没有了 所以有很多人讲 这个佛教佛教 佛陀教我们什么 教我们心能够安 为什么你心能够安 就是佛教呢 因为佛教我们心安的时候 就是教我们心跟气不漏掉 你心能够安 你无形的漏就通通没有了 通通没有了 那既然通通没有了 你这个肉 环绕啊 种种这个无名啊 不正见啊 跟这个贪爱啊 全部消除 的话呢 你自己很快地就能够到达很严满的这种境界 严满的境界就会产生出来 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教了这么多的法 最重要的可觉 就是你把它漏尽了 就是你把它漏尽了 漏尽了 烦尽了 烦尽已经断了 你这个烦尽一断了 生死当然可以了 你因为你心安了嘛 心安了 生死怎么不能了呢 生死也算是一个很大的指导 生死也是大指导 人啊 贪生怕死 就是一种指导 生死没什么呢 你能够明白宜宙的真理 生死就可以了 也不指导一生 不指导一死 最大的无名都已经进去 生死已经了 烦恼就了 烦恼一了 完全就是漏尽 那个时候神通自然产生 这个时候就叫做漏尽通 所以学佛最重要是在这里 你学就是要超越凡夫的境界 达到了漏尽通的境界 Omāni Bémi H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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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